嗨 大家好 上个视频 我们包了三角形的红豆粽和红枣粽 今天我们包长粽 因为它形状像枕头 那我们还是先来处理粽叶 一张一张清洗干净 然后你烤旧的话 你就用剪子 把上面的部分剪掉 然后用开水泡一开 那如果说你买的是新鲜的 你最好在开水里面煮 煮个两三分钟 这样才不会脆 比较好包 然后这个米呢 你不要 你只要轻轻的手揉两下 冲两遍就好 如果你喜欢吃粽子软一点的话呢 那就把米先淘好 放在那边涨一会 其实你包的时候 也可以控制它的柔软度 扎线的时候 如果说你扎紧一点 它的米就硬实一点 那你手松一松 它就会软一点 今天我们包肉粽 所以糯米要先调料 这里有两磅的糯米 我们放一个 teaspoon的盐 再一个 teaspoon的糖 老抽放三个tablespoon 然后给它和匀 多和匀了以后 就直接可以把肉倒进去 那肉呢 三天前我就腌制好了 两斑的肉 两斑的糯米 那么怎么样腌制的呢 用这个tablespoon 三勺的老抽 一勺盐 一勺糖 最后别忘了加上一勺料酒 然后给它拌匀 放在冰箱 隔天以后呢 你再给它去翻一个生 放在冰箱里 两三天才够入味 那有问说 什么样的肉包粽子最好呢 好多人喜欢用五花肉 那我也同意 因为肉粽啊 要带点肥的才好吃 要不然的话它就干干的 但是呢 我建议把皮拿掉 要不然就感觉土土的 那肉拌在米一起的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计划 你这样看得到 相对来说就可以分布均匀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包了 那首先也是这样 两张棕叶叠起来 那如果看到这个棕叶 这边有点坏的 没关系 看它坏在什么部位 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好用的 我们来慢慢看 两个棕叶这样叠起来以后 永远是一张短的 或者一张小的 放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把它转过来 那转过来的时候要这样 差不多在三分之一的位置 这个地方 要把它折起来 我们不要用这么多 然后这个底部这边 要开始把它放宽 也就是说这张叶子 应该是这样子 上面叠起来 上面叠起来 这边打开 所以当你这样 约起来以后 那里边这一张 就盖住你下面这张坏的 然后手这样按着 开始加第一勺米 接下来就可以下肉了 换手 这样捧着 捧的时候 那个手不要太在前面 为什么有人种子包不大 他说我手小 不是的 跟手大小 没有绝对的关系 这个手 四个手指在这边 一个大拇指在这边 如果说你放前面一点了 你的种子绝对就包不大 因为你的手就在这边 你米过不过来了呀 对吧 所以我们手要朝后面拖一点 这样我们的米就可以放出来了 然后我们连米带肉一起下 我们先包一个 咸蛋黄的 直接就放中间 生蛋黄不用煮熟 再用肉啊米啊盖住 放到差不多你觉得的大小 用勺子四周安一下 尽量不要让米钻到这个缝隙里面去 这个米到时候你煮的时候 全部都会跑出来 然后最后这边 这样紧一紧抵一抵 我们就开始翻过去了 这个手指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先进来一下 那除了这边朝里面紧一紧以外 我们两个手 要变成这样握住 朝里靠 然后翻过来 我们用右手 带过 左手的大拇指 把左手解放出来 然后这里 四个手指也出来 最后把它翻过去 捏着不放 扎线 扎线 扎的时候 第一道 要把转过去的这头扎住 一道 两道 都要紧紧 然后这样斜过来 斜到这里 再扎一道 两道 两道 和上面这一个 就可以接起来了 好了 就这长钟就好了 好 我们再来示范一个 两张钟也叠起来 那 要问说 我到底要放多少长 这样转过来的 那就要看你包的长度 你想包多少大 多少长 这样 这样约起来 里面这根可以短一些 这边就是你种子的长度 所以你要包长一点 你就放开来一点 你要想包短一点 那你就进去一点 所以捏到这个地方 第一勺进去的时候 你就要把肉和米紧一紧 两杯米两杯肉 是我们家小孩子 最喜欢的比例 那你如果觉得说肉多的话 你可以把它变成三方米 两方肉 但是如果说是四方的话 四方米那就太多了 有一次我试过 米放多了肉少了 然后我们家小孩就问我说 你包的是酱油粽子吧 如果说你想再包小一点 我们就找一片大片的叶子 一张叶子就可以工作 那如果家里有老人啊 或者孩子的话 不合适吃带多糯米 这样小油油的一个正好 小小的是不是更可爱 两磅肉 两磅米哈 我包了是16个这样的粽子 煮长粽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一个一个挨紧 竖着放 这样就可以多煮几个 水呢一定要没过这个粽子 要不然的话 在水面上的这个米 就会是生的 然后呢 咸粽子和淡粽子 不要放在一起煮 因为它们会串味 那其他的如果你要问 在煮的时候用高压锅煮 和一般的锅煮有什么区别的话 我是比较木纳 我没有感觉到 吃口上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我就用高压锅用 因为比较快嘛 那开了以后它会叫嘛 锯锯锯锯锯 我会让它持续个五六分钟 我才关火 那如果说你用的是煤气炉的话 那么你就再多加个一两分钟才好 那如果粽子一两三天内 你吃不完的话 你就应该放到冷冻里面 然后要吃的时候提前一点 拿出来解个洞 然后放在微波里煮一下 那煮的时候呢 连粽叶一起煮 这样的话 它的米就不会干干的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拜拜